连根拔起翠绿小松菜 隔壁的小白菜也投好壮壮 农场靠水根技术种出20多种叶菜类 运营收冲上30万 每天收成上百公斤 有诀窍 我每天种一块 然后等它过了30天 是不是这一块就变成可以采收了 把它分为30天 分区定子跟采收 强力水柱冲植板 喷掉青苔杂质 人力刷洗水床干干净净 A菜幼苗躺上去经过30天养成 特调养溢之外 养气也不可少 是要增加水中的含氧量 可以让植物不会因此烂根 所以就是 防叶断枝全得挑出来 严格检验才能打进连锁量饭 同样是上架通路 水根菜生长齐笔土根省五天 主打无毒无污染 缺点是人力密集 但价格稳定 不像传统农法上下波动 可以增加30%到40% 超越土根的材料 简直是蔬菜达人 今年37岁的王毅荣 过去是半导体业经理 跟友人合资千万创业 为了省钱上透脑筋 原本像机器播种机 我们可能就没有钱买 或者是蔬菜的包装机 那些都是在预算 未来我们期望也许有机会 青年农夫在温室养出无毒蔬菜 门外汉一元创业梦也赚金履金 东森财经新闻 乔米方张不祥 桃面报道